来关心疫情了 我国在今天新增了3.3万例的本土个案 眼看B1.5的疫情升温 一时黄轩引述美国研究 发现针对大流行的地区 除了戴口罩 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之外 如果搭配人人一周快筛两次 再加上手机APP追踪 暴露风险提示 R0值就能够大幅降低 显见大量快筛是可以大量减灾的 另外 台湾目前恰构中的次世代疫苗 选择购买原始猪再加上BA.1病毒猪 这一款就引发了外界质疑 为什么不是买原始猪加最新版本的BA.5病毒猪呢 对此指挥中心也做出回应 BA.5病毒供入社区2号公布 新增3.3万例本土个案 疫情曲线上升中 台湾该如何减灾 国内医师这么看 一个办法就是每周快筛一次 会使感染降低三成以上 我们现在的COVID-19大部分是轻症状无症状 避免那些阳性的人 就是到社区里继续去传播 医师黄轩进一步引述美国研究 发现针对大流行的地区 除了戴口罩 社交距离等NPI防疫措施之外 如果搭配人人一周快筛两次 加上手机APP追踪 暴露风险提示 而领值就能大幅降低 险见大量快筛可大量减灾 而为了对抗Omicron亚型变异株 指挥中心也采购次世代疫苗 目前莫德纳和BNT都有两款双架疫苗 病毒株分别是原始株搭配BA.1跟BA.5 而台湾预计恰够BA.1款 但外界游行这样能对抗BA.5的疫情吗 因为现在台湾流行的是BA.5 如果你换成BA.5效果就最好 那你如果换成BA.1效果就其次 BA.5的这款双架的疫苗 我们也持续在关心 发现美国这一次他走的这个 是属于这个非典型的 现阶段我们还是会决定 跟着这个欧盟 还有这些一些WHO的规则 而指挥中心表示 莫德纳次世代疫苗目标9月底 到10月初能进或开打 实验署通过紧急使用授权后 5号将由ACIP专家小组讨论 从什么年龄层开打 各族群要间隔多久 并拟定进货量 让符合资格的对象 有足够的疫苗可打 谢谢中文报道